三国中最大度的皇帝 是形容刘备的儿子刘柴的 但是为什么他会服不起呢 其实这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责任 要归咎于诸葛亮 在刘备临死之前 诸葛亮受到嘱托 担当起辅佐刘柴的大任 可是在刘柴当皇帝的这些年 朝政所有的事情 无论是大是小 一律都是由诸葛亮来做决断 与其说是在福 倒不如直接说是在在 这样长此下去 刘柴便养成了一个习惯 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求助于诸葛亮 因此他后来在面对国家大事的时候 往往做不了决断 能力一直得不到提高 可以说是诸葛亮 让他养成了一个喜欢依赖别人的习惯 最终在诸葛亮去试之 后他就失去了自己最大的靠山 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于是就开始宠信宦官 使得朝野上下一片混乱 百姓叫苦不迭 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古往今来 一说到流产 人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扶不起这三个字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代名词 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历史上 人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没用的废物 但是事实上他并不弱智 我们都知道在亡国之后 他向司马昭投降 被封了一个安乐宫的头衔 有一次司马昭请他吃饭 故意命人演奏蜀地的音乐和舞蹈 再对以前的汉事就沉闷 听了之后都纷纷落泪 但只有他不但笑得很开心 还带头鼓掌 以前的旧臣都说 他没有良心 见到这一情况 司马昭就问他 你是否思念蜀地 他却答道 在这里很快乐 并不想念故乡 刘备的这种坏脾气 好像已传给了搭斗 恶不思蜀的那 一幕就是乃副东吴钊心的翻版 后来在宴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司马昭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刘缠变用之前就陈细正教他的一句话回答 仙人的坟墓都藏在属地 我是天天都在店面中 司马昭于是说 为何像是戏正的语气呢 刘缠听了大惊 睁眼望着司马昭说 您的话确实没有错 所有的人都笑了 也正是因为这句话 司马昭彻底消除了对他的怀疑 通过这件事 我们或许会觉得 刘缠真的是没心没肺的家伙 自己的国家被敌人攻陷了 自己当了俘虏不说 竟然还能在敌方阵营里面吃喝两株物 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悲伤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这样无疑是最明智的做法 在当了俘虏之后 最愚蠢的办法就是整天嚷着要复国 试问司马昭为什么要特地命人演奏属地的歌舞呢 他最终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想看一看 刘缠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东西会不会有复国的想法 如果他表现出对属地的留恋 那么则说明刘缠随时可能想要将司马昭拉下台 这样的人留下身边 就相当于是安放了一个定时炸弹 是一个祸患 所以就得必须得除掉 而从刘缠最后的表现结果来看 他的确对自己构不成什么威胁 此时刘缠作为一个已经投降了的人 他的处境算是彻底安全了 纵观历史这么多年 在投降的君王中 能够安全地度过余生的没有多少个 而刘缠运用他的智慧 却在夹缝里活到了最后 在谢辉所著三国属后主刘缠心论中就认为 从地业上看 刘缠不是为忠常之君 从地品上看 刘缠是中国历史上度量大的 节俭的 真正爱民 宁愿自己蒙愿 又却为后人物解千年的仁德之君 那么 既然刘缠这么聪明 为什么在做帝王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功绩呢 先来看看诸葛亮都做了什么之后 我们就能知道其原因了 在对于国家的政治决策上面 他每件事情都是亲力亲为 没有什么事他不管的 正是因为有了他全权代理 所以 刘缠只需要躲在他身后 无论有什么困难发生 他都会尽力去摆平 不让刘缠受到任何的烦扰 这是因为 有诸葛亮这颗能够遮风挡雨的大树 所以 他不用操心任何事情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在能力上面得不到进步 自然而然做不出什么伟大的功绩了 我认为 诸葛亮应该只充当一个老师的角色 他只负责教会学习的方法 而不是尽可能的搜集世间所有的题 一点点的帮他做出来 都知道 世间的难题是做不完的 就算是一时写完了 也还会有新的难题出现 而且 到最后考试的时候 还是得由学生自己去考 但是 很可惜的是 学生并不知道解题方法 就算是同一道题 换一个数字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那么出来的成绩肯定也不会理想 我想 当初刘 被将刘缠托付给诸葛亮的时候 肯定也是想让他训练刘缠 教他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皇帝 然后 再将权力全部交给刘缠 让他带领自己的团队 将国家治理好 但是 诸葛亮却是直接越阻带袍 自己担起国家的重任 也正是因为这样 在他去世之后 蜀国家逐渐走向灭亡 刘缠只能选择不战而降 如此做法 也能减少当地战或少些伤亡 参考资料 三国志鼠说后主传 三国鼠后主流禅心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可以